在中国武术里 下盘功夫包括了马法 脚法跟步法 马法是站立的姿势 也有称为装马 在不同门派里面 有不同的装马 例如有子武马 麒麟马 或者叫牛马 回头马 或者叫塔基马 前弓后剑马 高调提马 四平马等等 脚法就是用脚步动作 来攻击或者防守的方法 而步法就是用任何进退方式 去闪避或攻击敌人的方法 永春的马 叫二字前阳马 这个马包括了两膝内旋 脚尖户队的正身马 与敌人乘四十五度角 全身重量放在后腿之上的侧身马 也都叫做对角马 相对一前一后 上身正面跟敌人相对的进马 也都叫做前剑后弓马 或简称后马 正身马是以两只脚掌 呈等边三角形的角度 在这个姿势里面 头部身体 以及膝部在侧面看起来 形成一条直线 而后脑部分 跟两只脚跟的中间 成为一条与地面成九十度角的垂直线 二字前阳马 能够稳固的秘密 完全是在于两膝互旋 而互相紧前 这种力量就好像一个扣一样 将膝盖以下互相锁着 由此形成整个稳固结构 缺乏这种嫌隙力的话 整个马就变成松弛 只要给别人轻轻扫一脚 便整个马散掉 有些永春门人 以为他们的马坐得越低越好 在永春术语来说 他们犯了跪马的毛病 他们这样做法 不单只更加辛苦 甚至连进退都有问题 所谓高马难守 低马难走 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前膝力 就可以利用既稳定 而又方便走动的高马 去对付坐低马的敌人了 转马即是将正身马 转变为侧身马的动作 以永春拳来说 去企图移开 或者挑开敌人的拳头 是不实际的 因为敌人打来的时候 那一拳的力量 及速度 往往快的无法想象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在他打来的时候 利用转马 将我们整个人上身 完全移开的话 他的攻势 无论怎样强大 但由于已经失去了目标 也都已经是白费了 正确转马方法 是用自己的巧手 去接触敌人的来拳 等对方的力量逼来的时候 就自然将对方的力量 传递到上身 于是上身就顺着对方的力度 向反方向转移 因此对方的力度越强 转的角度就越大 力度越急 转的速度也都越快 有些人将上身的重量 放了部分在前腿 以为这样就可以稳固一点 殊不知 咏春的泄力方法 正需要上身 变为百分百空虚 这样才可将对方的力量 完全泄去 如果你不能够将上身 全部移开对方的攻击范围 你就会像他一样了 咏春步法 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最常用的是正面上马的步法 鞋踏步 横步 换步 即退马的步法 当踏步的时候 前腿完全不带半点上身的重量 而且是负责将后腿 即由后腿所支撑的上身拖前 或者在静止的时候 作为辅助支柱作用 而令到后腿较为稳固 而永远将重心保持在上身 及后腿之间的稳定状态 如果你将部分重量 移到前腿之上的话 当敌人将你突然拉前的时候 你的重心就很容易 令你向前轻跌 当你走路的时候 你的重心首先移向左脚 随即你的体重移向右脚 由于这样 你的重心就会时常左右移动 就好像百中的驼一样 绝大多数国术门派 都是采用这种行走的方式 或者混合小跳及翻腾的动作 这样他们的重心 自然摆动得很厉害了 永春步伐是很独特的 正确的永春步伐 是一步上两只脚 因此跟平时一步上一只脚的方法 完全不同 由于有前膝力的作用 当永春门人 以前脚踏出的同时间 后脚也被拖动向前 第一刻 正身马 全身放松 收拳在胸 当开马的时候 两脚相距一步半 两脚形成60度脚相对 要注意的是 两膝必须内前 上身至膝部 形成一条直线 并且保持全身松弛 及呼吸正常 如果你的上身开马的时候 不能够跟地面保持垂直线的话 你就错了 不要将身体弯得太前 都不能屈得太厚 第二课 耿手冲拳 做二字前仰马 将两手伸出 交叉放在胸前 左手叠右手 然后沿着五线 将双手推出 至两手背 差不多近为止 略停 将双手由内向外捆上 收拳 出左拳 摊手 圈手 再收拳 耿手动作 必须放软 以高速向下削落 当手臂削落的时候 要尽量保持不趋不直的自然状态 日子充全的出拳位置 由心窝打出 打进的时候 跟肩膀成水平位置 不能过高或过低 同时要注意的是 必须要放松打出 直至打进为止 耿手太趋的话 就不能够耿开敌人打来的下路攻势 而耿手太贴自己身体的话 要截断对方的攻势 又变得太迟 如果你不依子五线出拳的话 便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 第三课 重复以上一课 并且留意五线 即使由上至下的中线 以及耿手的关系 现在以单手沿着五线耿落 不要学他那样 这一动作不是耿手 这次他的手臂又落得太近了 当两个人对练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 你的手腕外延 重重的梗落对方的手腕内延部分 而不是用手掌去批人 第四课 耿打 现在将耿手配合日子冲拳一起打出 这个课程不断的练习 直至练习为止 然后再练另一边 最重要留心耿手及日子冲拳 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发出 千万不要将两个动作分开先后来做 现在让你的同伴跟你面对面站立 然后用低差拳攻击你的小腹部位 当他的拳差不多到的时候 使出上述动作 记着耿手不是用来挡架的动作 如果练得好的话 只需要将耿手破中耿落 对方的手腕就会给你打伤 那就不会再攻击到你了 第五课 转马 坐正身马 然后以你的一只脚的掌心 坐轴心转动 轴心转向另一边 直至到全部体重完全落在另一只脚之上为止 这个时候上身跟原来的方向 乘45度脚相对 有三点必须要注意 第一 虽然全身的重量全放在后腿之上 但是前腿依然有力的踏在地面 而令整个身体保持平稳的状态 第二 当你变为自身马的时候 你的两只脚掌必须成平衡相对的45度脚 第三 当你转马的时候 先转一只脚 直至转回正身马 然后才转另一只脚 否则你就会像他那样转得很难看了 第六课 连环拳 坐正身马 先将左拳呈日子形放在心窝位置 打进 随即将右拳打出 同时将左手由下方收回心窝 跟着再打出 同时收回右手 照这个动作不断坐下去 直至需要休息为止 第七课 进马及退马步伐 先坐正身马 先将右脚沿着图中的弧形踏前 停在图一的位置 当前脚刚刚踏稳在地上的同一刹那 利用前膝力将后腿整个身体拖前 停在图二的位置 记者后脚只是负责整个上身的重量 而没有任何动力的 全部动力是来自前脚踏前之后的前膝力 因此可以说 是后脚给前脚强行拖前一步的 由于这样 才可以在最快的动作中 免除后脚的惯性作用 于是整个身体的重心 可以在这样高度移速之中 仍然能够保持稳定 第八课 现在将连环拳配合上一课的上马动作 最重要的是手脚的时间配合 因此要练好这一动作 我建议大家首先分别练好第六课及第七课的动作 直至得心应手为止 才练习这一课 第九课 摊手及护手 摊手及护手是两个用于防守的基本手法 当推出摊手的时候 要用力沿着子五线 缓缓推出 手掌要成水平状态 直至前臂与身躯成90度角 而手掌离身体约一个拳头位置 就停止 圈手之后变成护手 这个时候手掌略离中线 以肩膀前臂一起成为一个三角形 然后用力收回身边 注意护手的掌根是在子五线之上 手掌根是在子五线之上 两个即场预告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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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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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两只手分得太开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冲进去 连环攻击他的面部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利用侧身摊手 来对付西洋拳中的直拳 当然在同时之间你要打他 第十二课 首先摆出永春的问路手架式 然后小心照梁冠师傅这样坐下去 留意出手必须要保持在中线 也既是子五线位置 否则很容易给敌人乘虚而入 对付西洋拳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十三课 上马扶打 现在将上述动作配合上马步法 要注意的是上马动作必须要跟冲拳的时间配合一致 现在让你的同伴摆出架式 你冲前首先用扶手搭着他的前锋手 同时趁着冲前的事 将日子冲拳沿着你的扶手 瞧面打出 注意 千万不要打伤你的同伴呢 千万要注意的是 要一气喝成耳朵 如果你要分开一先一后的打 你就会像他那样了 第十四课 拍打 首先 小心看几次这个动作 然后跟着梁冠师傅练习 当练熟之后 你就可以将这个动作配合上马步法一起练习 拍摆 直至你熟练之后 你就可以将这个动作配合上马步伐一起练习了 请你的同伴摆出架势 首先这个动作叫做内门拍手 跟着这一个叫做外门拍手 第十五课 横步摊打 首先单是练好横步的动作 熟练后就可以将横步配合摊打的手法了 现在请你的同伴用扫拳攻击你 试试用你练好的动作去消解及反攻对方 第十六课 应付迎头打来的攻势 首先练习这一个问手的动作 第十六课 熟练以后将上述动作配合步伐再练 现在请你的同伴尝试用扫拳向你迎头披露 而你用这招动作去消解他 注意这一个动作不是向上挡架对方 而是利用三角形斜线去卸对方的力度 你最好让对方用慢动作攻击你 直至你找出最好的入马角度为止 第十七课 上下跟手 这一招又叫做叫剪手 因为他好像一把张开了的剪刀那样 去迎接旋风腿高白腿之类的腿法 便十分见效 一旦截断对方的攻势之后 我们必须趁势反攻 否则就会错失良机 如果你双手摆成这样的话 我相信都很难截到别人的脚了 第十八课 刮手与捞手 刮手和捞手是两个连贯在一起的动作 当你用刮手由中线拨至大腿位置之后 就必须以力度将前臂捞上 同时配合杀警手一起冲前 当熟练了这个动作之后 你就可以让你的同伴尝试用脚攻击你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动作是随时会伤害到你的同伴的 所以小心为上 第十九课 以脚削脚 先照这个动作练习 直至纯熟为止 然后请你的同伴跟你对练 不过要注意这一点 这一招残脚是非常危险的 要小心控制自己 千万不要乱来 第二十课 正伸脚及上马 永春脚法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当一脚撑近的时候 并不会收回来 而是会趁这个机会将脚再撑近那一点原地踏下 而将整个身体拖前一步 这样在攻打别人一脚之后 立即将自己拖前贴过去对方 继续攻击他 第二十一刻 这一招也都是用来应付横扫拳的方法 当对方一拳扫下之时 首先向横斜跨一步 并趁前脚落地之势 趁机撑出后脚 注意用手标出来保护自己 以及踏步的角度有没有离开攻击范围 第二十二课 抽撞拳 抽撞拳是永春第二手套路寻巧里的仪式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 如果敌人跟我所处的角度 使我无法使用永春日子冲拳的话 这一招抽撞拳就会有用了 第二十三刻 你更可以用抽撞拳去应付这样抱着你的敌人 事实上只要有类似的情形 你都可以使用抽撞拳打击对方 第二十四课 勾撞拳 勾撞拳是永春第三手拳标指里的仪式 通常来说 当敌人跟你所处的位置是九十度相对的话 也就是说 当你正面跟他的侧面相对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使用勾撞拳了 另外 勾撞拳也都可以用来 对付以双手紧贴自己面部及胸部的敌人 第二十五课 攀井手及勾撞拳 攀井手是永春墨人装法里面的仪式 这个动作可以跟任何其他的攻击动作结合 而形成了一种威力极大的杀伤力 由于在这个动作里面 敌人的颈部被我紧紧的拉低 令到他不单止丧失了攻击能力 甚至连闪避的机会也没有 另外一方面 由于我双手是同时间发力 也既等于我强行拉他的头来撞我的拳头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想受伤 相信也很难了 第二十六课 直落走 如果你用日子冲拳打你的敌人 而他立即低头 上身避过你拳头的话 你只需要将你打出的拳立刻变为牵手 将对方的后颈按住 同时你另外一只手变为直落走 垂直的撞落他的后背 他想不被你撞到四脚朝天也难了 不过要记住 当你跟同伴练习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重手 很危险的 第二十七课 批肘 批肘是寻桥套路里的一组动作 批肘有顺批及反批两种方式 一般来说顺批比反批比较常用到 批肘可以用来打击对方的喉部 面部锁骨胸骨等位置 由于这招的杀伤力极大 我奉劝各位练习的时候要绝对小心 不要在颈部批下 可以的话最好戴护甲以侧安全 再次准备 第二十分钟 看清楚现在的动作 然后跟你的同伴慢慢地照着练习 第二十九课 击肘 如果你的敌人想以现在这个方式摔倒你的话 你不需要跟他斗力 相反你只需要贴着他 同时之间以披肘或者挤肘 程式向对方打下去就已经足够了 你也都可以用挤肘来对付对方的攀井手 第三十课 贵肘配合七法 在泰国拳里边 有一招很毒的招数 就是对方用高白腿引你分神 当你想来应付他这下攻势的时候 他便乘机冲前 用双手搭着你的肩膀 同时用膝盖撞向你的小腹 你要应付他这一招 就要趁他的膝部还没有到之前 用膝头中路顶向他的小腹或者下阴 随即用跪肘反攻他 第三十课 如果你的敌人突然斧逮 用手抱着你的下半身的话 这一招西顶 就是最好的反击方法了 第三十二课 如果你想蹬脚踢人 而对方反应敏捷 立刻捞着你的腿 控制着你的双手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 你便应该整个身冲前 然后趁势给他捞着的腿 尽量弯曲 而且用膝头重重的撞向对方 然后用挤肘攻击他 不过记着要小心一点 第三十三课 标志套路里的圈角 圈角是标志套路里的一招式 首先跟郑传勋师傅 一起练好这个圈角的动作 注意脚掌必须要成极圆形的圆弧形 在地面上圈过 而且整只脚掌要轻轻地贴着地面 熟练了以后 就用来配合攀井手一起使用 将冲上来的敌人很轻易地摔倒 有很多武术师傅 都很喜欢编制一些十分复杂的招式 来招授门徒 他们称这些是高深招式 就随便以这招为例 这招动作看起来没什么不妥 其实是不切实际 因为有始至终 他那位同伴双手从来没动过 事实上 如果对方是一个真正的敌人的话 他便可能会这样 因此 越复杂的招式 就越没有可能在实际情况下使用出来 如果你以为如想象中这般简单 那你的头脑确实是太简单了 很多永春门人都以为动也不动 去等待敌人的进攻 就所谓是以静制动了 其实这样的做法绝对错误 当你好像一座牧人庄 动也不动的时候 你全身的弱点已经完全暴露了出来 一位有经验的永春拳手 会把握最适当的时机 当敌人一旦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以内 就会立即采取主动 直至对方完全失去抵抗力为止 很多永春门人由于惧怕被敌人的脚法所伤 都会不自觉地企图跟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怎知这样正好犯了最大的错误 任何善意用脚的人都会明白 如果对方跟自己保持了一段距离的话 正好有利于自己起脚踢对方 相反来说 他们最怕的就是敌人跟自己站得太近 因为这样他们的双腿就无用武之地了 真正确实 不过老小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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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善于用脚的人最好冲进他先采取主动理由很简单如果你面对一个枪手的话你在他扒枪之前立即按着他来打这样就算他有枪也无济于事 但若你一旦给他机会拔了枪出来之后你就连半点机会也没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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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国术门派都过于注重以假招拆一招 或者以丙招拆钉招那些死板的形式 但在实际情况之下 敌人是绝对不会照足你门派那样 用你所想象的招数及编排的次序跟你对打的 而且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以哪一招去拆敌人的那一招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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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好的永春拳手 是绝对不会事前去想象对方怎样攻 他怎样去拆这些死板形式 他会利用在永春七手中所练回来的感觉 灵活的跟随敌人的变化而变化 举例来说 在正常情况之下 永春门人都是以战力的形式 跟对方对视 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 比如说 当他与敌人在纠缠 而对方跌在地上之后 这样仍然要灵活的利用永春手法 继续袭击对方 而不是站着任由对方有喘息的机会 以下的片段就是一位德鲜 德国级的永春拳手使用这个活虚活用的观念来打败他的对手 亚敏波斯帖是梁挺博士在德国培养的其中一位拳手 他一共出战300多次 包括公开赛博手突击等等从来没有输过 在众多次比赛之中最震撼世界舞台的一次 是他大败另一位永春拳手张卓庆 事件起因于80年代 张卓庆曾在美国欧洲各地杂志里面 自称是全永春派唯一得叶问顾宗师真传的传人 他不但大肆侮辱所有叶问宗师的其他弟子 更连他本人的恩师叶问顾宗师本人的品德 一层大家污蔑 当他受到其他永春派门人的批评时 更公开扬言挑战全永春 最后终于有人站出来接受他的挑战 他就是亚敏波斯帖 这段录影带是亚敏在德国大败对手的实录 拳带是由头至尾完全没有经剪辑 以证明他的真实性 整段比武过程只维持27秒 以后亚敏就被对方的助手拉开了 而整段比武也告一段落 在慢动作里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亚敏所用的永春技术 至于亚敏在这次比武中采用前打的技术按敌在地的理由 是因为他清楚的了解 假如他采用平常的永春技术对敌的话 一旦对手倒地 对方的助手就会立刻分开他们 这样对方就可以乘机离开 甚至事后切此掩饰 这样反而不利 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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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亚敏便乘势将对方的另外一只脚用力一顶 便将对方整个人摔到飞起倒在地上 这一招是永春七撞法 看清楚亚敏本身并没有和对方一起倒在地上 而是在对方倒地之后 立即将整个人蹲在对方身上 这一招是永春借力的前打法 永春寻桥套路中的抽撞拳 他想站起来 但是又给亚敏用牵手牵他下去 他想推开亚敏 但是亚敏跪下用右脚将他的手臂紧压在地面上 再一招挤肘打落他的面部 亚敏将对手的头按在地面 功力锻炼是梁挺博士 在属下的武馆中最重视的一种课程 贴墙沙包是锻炼拳力的最佳器具 利用贴墙沙包可以锻炼永春的连环拳 秘诀是练习者首先面对沙包 保持大约17寸或者45公分左右的距离 然后利用肘力发拳 打的时候必须要全身放松 手背肌肉不能够收紧 最初打50拳便够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拳头酸痛的话 应该立刻停止 如果女士不想拳头伸减的话 可以戴手套打烧包 踢沙包是比较高级的功力锻炼 我们可以在贴墙沙包锻炼永春三个基本脚法 这三个脚法必须要一口气 用同一只脚连环打出 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 不要让哪一只脚落地 吊包可以用来练习肘及膝的功力 当你用肘去撞沙包的时候 千万不要将上身的重量同时放下去 而是要随时留意重心的稳定 这样才不会因为太贪胆变成失事 我会用来继续强 护具 护具是每一个练习真实搏击拳手所具备的必要物品 所谓护具是包括头罩 拳套 护甲及护音 这套所展示出来的护具是由梁挺博士设计